哇 好美喔 好漂亮喔 好漂亮的 好美的 天啊 那個還是兩個截然不同的 層次的藍色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天啊 騎雞皮疙瘩了 我想要在這邊拍一張照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太美了啦 而且這個天氣 超級超級漂亮 Windy我們拍一張 哇 沒翻耶 下午的3點51分 我們來到了 台東大湖 太成良的海 就是不一樣超級漂亮的 哇 海九線 對 海九線 對 對 是從售卡那邊下來的 於是經過了一段山路 那從山路呢 下到在我這邊 整個看到我們下 一片遼闊的海 就是 簡直眼淚都要滴下了 哈哈哈哈 另外一個眼淚想要滴下的原因 是終於到台東了 終於到了 我們終於到台東了 太美了 終於我們同時 從海岸前進了 我們現在同時也有在直播嗎 對啊 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其實這次的挑戰真的很 我們同時要拍節目 然後要起車 然後還要直播 還要換店 對還要換店 還要吃美食耶 真的是喔 為了帶給大家最漂亮的景色 雖然說台灣最近不下雨 可能就是 對 有些地方比較辛苦一點 對比較不方便 可是其實天氣 這樣的天氣 看到台灣這樣的海 台灣這樣的山 還是覺得很幸福 其實我跟艾瑞克啊 對 我們已經等於昨天騎了一整天 老實說今天早上 我其實心裡 心裡有點不慌 為什麼 是有點慌了 為什麼 我心裡其實很怕 工作人員 整個團隊大家就很辛苦 因為我們昨天五點 去到高雄嘛 對 然後我覺得導演面色凝重 因為導演他也沒有環島過 他沒有環島過 他可能就是斷斷續續 他沒有以環島為一個目標 去環島過這樣 然後當然他沒有騎摩托車環島過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某種程度上 覺得說行程 delay成這樣 好令人擔心喔 對 而且因為那個行程是他排的 可能有點覺得過意不去 他怕大家太辛苦 對 然後所以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擬定了一些戰略 跟他講說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比如說我們今天就利用冰沙 就是買比較簡單的美食 對 然後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 就是我們希望同時可以完成環島 這個目標 48小時回到台北 但是同時又 還是有吃到當地的美食 對然後我們可以趕一點進度 對不對 今天可以把進度趕回來 希望可以在今天晚上8點多的時候 就可以抵達花蓮